好 现在比赛开始 这是胡龙帽想玩一小伎俩 下饭没给手 直接快下 天宇航 好球 中南篮子是有快攻坚决打快攻 不等内线过来落位 天宇航这球把握也确实 效力很坚决 所以中国队还是要灵活地去想办法 天宇航 这球被对方防下来 一个 刘志轩给到天宇航 好球 十一比三 中国台北叫了暂停 打到现在 中国台南是顺风顺水 很顺畅 包括从防守保证篮板 内线有优势 不是说内线一定要得多么多的分 而是他真正能形成牵制之后 把球传导开 两个大个儿 好球 好球 电宇航直接跟进 这是很有气势的一球 现在刚才过去这两个回合 中南打得很积极也很主动 小丁这空了 漂亮 打得非常合理 上半场是三十七对三十 中国队打对手一个九比零 而且只用了两分半不到的时间 这效率就挺好 中文队防守空间都到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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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队外线标射 再得三分 这球不错 有切入 痴连宇航 听见宇航 田内线 周琦这又空了 再进三分 内线是绝对的优势 今天周琦拿到这个技术统计 王哲林是十四分 六篮板 机长之一 这样的话比赛结束 中国男篮是86比63 23分的优势 战胜了中国台北 取得了决赛权 我们将在9月1号 决赛当中中国男女篮 分别面对韩国和伊朗 我们也期待他们 能够为我们取得更好的成绩